詞曲 又有人:「習近平,作詞儲嗎?」 還有時候患者 r棉class的症狀啟臣 也是高度懷疑強處性集氣多元 腦裂護盆看似這種電影 做 CT 也不能嚇盡 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而我們還有地方文章的明顯方法 程序根檢檢 有少部分患者 就是通过我们的常规的检查方法 就是我们的底下关键的CT的检查 也不能看到典型的底下关键炎的改变 但是还是高度怀疑这种底下关键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持共症可以发现更早期的底下关键炎 它是什么早期呢 就是骨骼水种啊 骨骼水种啊 这种肥腫性的改变 关键的那种原性水种的那种改变 在持共症它比我们的CT和S件的检查就敏感 这是它的优势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什么呢 它容易出现假阳气 所以我们在医生上要根据我们的病人的症状 其中和其他的实验室指教的这个了解 然后我们来进综合这些指教进行临床的综合判断 再来给病人进行一个临床的诊断 那么还有一个检查的叫CT的介入性的 创伤性的一个检查 就是在CT的引导下做底下关键的参事活性 这个方法我们常规都不使用的 但是有这样的方法 如果有条件少规的是以后 大家有机会的时候 你知道有这个方法 你想试吗 所以是 再一个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实验室的指标 其他实验室指标就是我们的严正标之物 就是写程还有CRP 这是我们的严正标之物 还有轻度的皮血 内部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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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这是我们的写程和C反应蛋白 患者定性缓解了之后 那么这些写程和C反应蛋白会逐渐往更长的方向发展 那么如果它定性加重了 那么这些指标它也会升高 所以我们写程C反应蛋白 所以我们强制性极度员 也是判判它的并行活动的这个一个指标 也是它的一个指标 那么我刚才就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 大家应该也知道强制性极度员的患者 怎么要进行临床的诊断 进行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平常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我们强制性极度员 去一些临床上典型的一些患者 诊断器诊断 就是我们要依据一个纽约的 1966年的这个纽约的 强制性质量的诊断标准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 AS 的患者都符合这个标准呢 不一定 那么我们就是说 也有一些营造商的一些其他的 我们觉得可以是强制性质量 我们就是说 不一定所有的患者 都免疫若的按这个标准 但是这个诊断标准 是我们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患者 我们都是够这个标准的 那么有些患者 我们就是说 脊下关节 他可能有点心的脊下关节 他有点腰背痛 那我们也会诊断他强制性质量 那么这个标准里面 这个症状和提升的 就是刚才大家知道的 练习的 就是影响到我们的脊柱的 就是有腰背痛 对不对 脊下关节 还有他的脊柱 病人就可以有腰背痛 那么这个腰背痛的病史 根据每个人 对他的病情 已经病成了这个回忆 他可以说是不同的时间的 这个腰背痛的这个病史 那么还有再来说是 由于我们的什么 脊柱还有脊柱旁的这些 韧带 不足点的炎症 引起来了什么 腰的 活动受限 前驱 侧弯 后轻 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活动受限 那么这个活动受限 我们刚才给有一些 检查方法 来了解它 活动受限到什么程度 这是病人的这个 那么再来说 就是胸后活动度的检查 就是说 他的胸后活动度 少于2.5个厘米 那么这是我们典型的 临床的一些表现 那么其实除了这些以外 在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 症状起症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接近的临床表现 对不对 那么这是病人最典型的 代表有脊下关机受审 极度受审的 这些临床表现 临床的症状所起症 再一个呢 就是脊下关机炎 有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那么我们一级刚才的 这些症状起症和 脊下关机炎的这种 损害的这个程度 在肯定的强制性脊柱炎 就是有双侧的 三到四级个脊下关机炎 要有一级以上的 刚才的那些腰背痛啊 然后腰部的活动都受限的 胸部活动都受限的 只要有一条 那么有双侧的 疾症关机炎 三到四级的话 我们就可以肯定 这个病人是 强制性脊柱炎 如果只有一侧 都对称的疾症关机炎 三到四级 换的两侧 都有两级的疾症关机炎 但是患者有一级 或者是 就是说有腰部的 前期后期 然后侧弯都明显受限 或者是 有腰背痛的病死 胸部活动都减少 那么我们的病人的话 他也可以肯定 强制性脊柱炎的这个诊断 这些就是我们典型的 强制性脊柱炎了 那么有一些病人 他补典型 他可能就是说 有典型的 提侧关机炎 但是他的 延长症状 不够 不够我们的 刚才的这些标准 我们就可能是 臨床上 根据他的情况 可能就显得 他是强制性脊柱炎 有血腾症快啊 CRP症高啊等等 然后我们可能 进行治疗 所以这些其他的 可能的AS的话 就是我们根据 病人的 临床的症状 体征 还有X验的检查 我们根据 医生的临床经验 你再来进行判断 他是不是早期的 强制性脊柱炎 那么这是 强制性脊柱炎的 这个诊断 和他的 诊断的一个标准 现在就是说 和我们这些 临床的这些 强制性脊柱炎的 临床的症状体征 容易混淆的一些的疾病 那就是这些 内风式关机炎 追尖盘突出 机械性腰动 做过神经痛 这些疾病 需要和我们的 强制性脊柱炎进行 鉴别诊断 那么 其实这个 追尖盘突出很容易 要GCT扫描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么 有的患者可能会 合并有怎么样 强制性脊柱炎 合并 一个腰椎筋盘突出 你需要进行 鉴别诊断 有的患者可能就是 一个腰椎筋盘突出 那么这个是 领床上一个 一个腰椎CT检查 就可以确诊了 机械性腰痛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进行 鉴别诊断 我们叫什么 炎症性腰痛 和机械性腰痛 它两个 一个是活动 如果是什么 机械腰痛 它是活动的时候 可能就更加明显 它某些动作的时候 它可能就痛得更厉害 它就不能做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的 领床性腰痛是什么 活动的话 反而还舒服一些 紧急的一些 机械性腰痛 动骨神经痛 那么它有它的 牵拉痛 预测知情的活动收件 等等 这个我们经过 相应的神经系统的检查 都可以进行一个 鉴别诊断 那么我们在领道上 需要进行鉴别的 就是内公式关机员 那么强制性脊椎炎 和内公式关机员的话 实际上是很容易鉴别的 大家或在整个讲课的 这个过程中 都换穿着 强制性脊椎炎 和内公式关节的 这个鉴别诊断 实际上都已经 齐到了 它的这两个的 相似的地方 所不同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 强制性脊椎炎 是什么呀 从我们底下关节 由下往上 什么呀 这种中轴关节的 这种损害为主 它也可以伴有一些 什么呀 外周关节的一些损害 也可以伴有 我们的内公式关节 原来是什么 它是什么呀 外周的小关节的 损害为主 尤其是什么呀 我们患者的 双手的这个关节 肩关节 走关节 还有我们的 怀关节 席关节 这些外周的关节的 损害为主 而且它多半都是一些 对签性的关节 关节的主痛 所以强制性脊椎炎 和我们的内部的关节 它侵犯的这个关节 很是明显的不同的 那么这里列到一个 简单的一个表 大家就更容易 一目了然的了解 强制性脊椎炎 和内部的关节 有哪些方面的区别 刚才说 是吧 拿着体力上 它们明显的不同 然后加州死 那么强制性脊椎炎 有明显的加州死 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是吧 内部的关节 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BF7 在强制性脊椎炎的患者里面 30%的患者 都可以吃阳性的 我们的风关没有 那么还有内部的因子 那就不用说了 我们是血清阴性的 极致关节病 所以内部的因子 在强制性脊椎炎的患者里面 都是阴性的 那么在我们的 内部的关节炎的 大部分患者里面 都可能是 都是阳性的 病例改变 那么它复杂点炎 那么内部的关节炎的 黄膜炎 它是减轻了这种吸管一 什么样的突起 那么我们的 底下关节炎 是我们强制性脊椎炎的 还有血清阴性脊椎炎的 所有它的共同点 就是都有底下关节炎 而我们的 内部的关节炎的患者 是肯定都没有 底下关节炎的 然后脊椎 那就不用说了 强制性脊椎炎 是以脊椎的审慨为主 内部的关节炎是没有的 那么内部的关节炎 是可以影响到颈椎的 就是有一部分 内部的关节炎的患者 它可以影响到颈椎 但是它不会 从底下关节 由腰椎胸椎 这样往上 从下往上发展 然后X线的检查的话 我们的极小关节炎 急度的受审 然后我们的 内部的关节炎的患者的话 它主要是双手的 这种典型的代表性的 就是双手X线的载炎 的话可以看到这种 轻死性的这种关节炎 所以X线它 由于轻磡的关节炎 每个关节X线载炎 还有它的突出之处 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两个疾病 进行临床上 这个是很容易 其实我整个课堂里面 都把这些方面都进行了比较的 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在我们这个 人圈圈里面介绍的 就是说 还有一些其他的 血清移性的结束关节炎 在我们前段上 可能常见的一些 血清移性的结束关节炎 第一个就是 Retor 中和针 或者叫 反应性关节炎 这两个 以前有叫反应性关节炎 有叫Retor 中和针 那么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疾病 已经是不用了 那么再一个就是 有一些病性关节炎 这两个人在鸣床上 它也可以像 抢呼气脊椎炎一样的 鸣床表现 但是它拥有它的一些 鸣床的一些特点 反应性关节炎 我们也说Retor 中和针 那么反应关节炎 以前 第一它就是指 什么 厘来道 或者未尝道 一些流血感染 之后 换的 感染之后 短期内 我们就是一到两周 一到两周左右 然后出现的 有一种或者 一种以上的关节外 表现的一种 非化妆性的关节炎 所以说除了一些 关节炎 就是这种 非内际性的 关节的肿脏疼痛 这种关节炎以外 那么它还有 半生有一些 关节外的一些表现 那么这些关节外的表现 这些就是绝股炎 或者是我们的 这种皮肤的 这种粘膜的病变 等等 就是反应性关节炎 这以前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 密尿四肢道的感染 卫生道的感染之后 有一些病人表现为 短期内的一个关节的 同肿痛 那么它有 大多个病人可以完全好 我们叫反应性关节炎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这是国外的一个叫 Ritter的这个医生 他发现了一个 就是有一些 男性的 他是从哪一个 有一些男性的患者 就密尿四肢道的感染之后 他发现可以 感染之后发现有一些 肝关力炎 睫膜炎 尿道炎 综合针 就发现这样的病人 他在感染之后出现了 一些关节炎 睫膜炎的改变 然后他之前发生过 尿道炎 那么 这是Ritter综合针 所以这个医生 他就把这一类的 冥床的一些病人 他就简单是叫 就是说 也是一个冥床的综合针 所以后面的人 就把它叫 Ritter综合针 那么现在 从这个 第一个语言 可以看到 就是说 Ritter综合针也好 反应性关节也好 本质上 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 通用 这两个名称 Ritter综合针 和反应关节 它是通用的 那么现在通用呢 就是说 第一它就是 在我们的 尿道炎 攻击炎 或者是 胃肠道的 感染 浮屑之后 浮屑之后 这种 炎症性的 非对症性的 少关节炎 这是我们的 这也是 因为我们的强制性格 也是非对症性的 少关节的炎症 是吧 这种障害 然后它可能 伴有脊膜炎 就是关节外的表现 除了关节的陈害以外 还有一些关节外的表现 脊膜炎 黄膜炎 或者是皮肤颠膜的陈害 这些关节外的表现 这是我们的 什么 现在对 反应性关节炎 和 Rator 综合针的 现在的一个 通用的一个定义 去年还是前年 那时候 然后 有 考到这个Rator 综合针 结果 因为我们没有 Rator 综合针 在我们的地方上 并没有特意的 去诊断这样的一些疾病 有时候我们就 早期的 或者是 会分化的 其实关节变不天的 就是 然后当时 考到这个 考到学生都不会 大概75%的学生 都没有考到这个题 那么现在的就是说 你们知道一下 介绍这个概念给你们呢 你们就一小分就行了 但是 以后考考不知道了 就是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听教 所以现在就是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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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性关节 或者叫Rator 综合针 它们 银床上 有哪些特点呢 因为实际上 我们在银床上很少去 就是 整段Rator 综合针 或者反应关节 是很少的 我们 主要是整段 强制性脊柔炎很多 就是 这样的病人是特别多 Rator 综合针 在银床上是很少的 那么这个 介绍 这一类的疾病的 连长特点 刚才讲的 非对称性的 早关节的连症 是吧 关节的肿脏 疼痛 它们是指 侵犯一个关节 也可以侵犯两个 或者三个关节 它可以是不对称性的 那么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 蜡肠指 比如说 它的手指 或者脚指 像蜡肠一样的 肿脏 疼痛 这是它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们的强制性脊柔 或者是我们的 内部的关节 你都看不到 这样的手指 那么还有一些 就是根件 副手蜡肩 根件的地方 疼痛 肿脏 病人走路 就感到疼痛 看到没有 拉长样的手指 和脚指 那就是我们的 脚膜炎 或者是蜡肠炎 那么这样的 人和肿脏 或者一些关节 病人 除了关节的表现以外 还有一些 其他的关节外的 一些这种 明常的特点 那么这个大家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说 为什么它也归到 血清陰性脊柔关系 病里面去呢 就是因为它和 第二期也有一个 密切的相关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密切的相关性 然后它的 病状的乐点 还有跟我们的 强制性脊柔炎 很有类似 就是说很多病人 就是有一部分病人 他什么 在慢性 反抗反感的过程 最后就发展 那边是给予的 强制性脊柔炎 那么多部分病人呢 它是一个自限性的 所以说 比我们的其他的 强制性脊柔炎的患者 他的病情的进展 和预后 都要好一些 所以这是我们的 反应性关节 大家了解一下 就够了 在一个人数上 比较 我们见到 稍微多一点呢 就是 瘀血病性关节炎 瘀血病关节炎呢 它主要就是 发生在瘀血病的 这种 骨关节的 慢性原生性的瘀血疾病 就是说 这样的病人 这样叫瘀血病关节炎 他肯定这样的病人 都有这个皮肤病 是吧 有瘀血病 然后病人呢 有瘀血病的皮疹 那么 这种皮疹呢 有75 75的病人 在关节炎之前 就有瘀血病的病史 那么这个病史 可能有一年两年 有的病人有五年十年瘀血病 然后再发生这种 瘀血病性关节炎的 这种改变情况 那么这是 有的病人就是 之前就有瘀血病性关节 有的病人呢 就是说 可能是先有 关节炎 像强制清脂肌炎 有的病人就是 有瘀血疾病的 瘀血病的特点 然后呢 在这个中间之后 再发生的这种 瘀血病的这种改变 有少部分病人这样的 那么还有少部分病人呢 就是发生的瘀血病 同时也发生这种 关节炎的这种改变 这种 脊柱关节炎的这种 这种瘀血病的这种 瘀血病的这种 瘀血病的这种 这种瘀血病的这种 因为瘀血病也是一种 自身的瘀血病的这种疾病 那么这一类的疾病呢 它发生了任何年龄 那么高瘀血病的年龄呢 就是30到50岁 男女化病大致是相同的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和我们的一个 皮肤病有关的 那么瘀血病的关节炎呢 它跟我们其他的血清瘀血 瘀血管节炎 有点不一样 那么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急性下重的时候 可能全身症状会要多一些 然后有点低烧啊 体重减轻啊 皮血啊 发力啊 等等 那么这就是瘀血病的皮肤的表现 也可以出现我们的 一些瘀血病的一些 减轻的一些皮肤的陈害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直指甲的这种 还有腊肠样的 也可以出现腊肠样的 脚趾或者手指 或者是我们的指甲 发生这种紧针样的凹陷 然后就是整个甲板 增厚 昏浊 涩涩发污 甲肠脱离 这是指甲可以发生一些载变 然后眼睛也可以发生什么 极性红膜炎 极性红膜结合体炎 极性浮上膜炎 极性浮上膜炎 也都可以发生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非对正性的 远端指甲关节 这种关节炎 然后或者是多关节炎 然后极度关节炎 这是我们的 银血冰性关节炎的 这个平常证点 所以银血冰性关节炎 和我们的瑞德中央针 和我们的强制器极致炎 还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它可以有 远端指甲关节的这种损害 或者是一个大肠样的损害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蜡肠指咯 大家不是看到 反应性关节炎 认识中央针的病人 也会有这样的蜡肠指 所以这一类的 这是蜡肠指咯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甲州的这种皮疹 看到没有 刚才介绍的一些 病人关节炎的病人 甲州的这种皮疹 所以这样的病人 他把他的手指给你看 然后他还有一些 其他的蜡肠关节的险害 那么你可以看了 看这些病人关节 然后这是我们的 医生病的皮疹 看到没有 这种折腹性 折腹症候 这种 还有龙泡药的改变 龙泡药的改变 那就看到这里 还有脱皮里面 也会有这样的皮疹 然后指甲 看到没有 紧这样的改变 看到没有 一个一个的凹陷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 医生病的关节 除了我们的关节 就是我们的 关节的伤害 像强制性肌炎 类似强制性肌炎 这样的关节 伤害以外 还可以 伴有的其他的一些 臨床的一些特点 那么你从这些里面 你再去识别他 哦 他有这样的一些臨床表现 有一些病 他有这样的关节呢 我们就给了他 一些臨床的关节 就是我们的这个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就是磷床上常见的咯 这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呀 强制性肌炎 然后还是磷床上 你可以碰到的 转异性关节 或者叫 绿色症状症 还可以碰到的 就是磷床性关节 当然还有慢性 原则性强力 和病的这种 脊肌关节病 这个呢 也可以碰到到 就是我们的科隆士病 肺炎性肌炎 这病人 他也在他的病程的 不同的时期 伴随有这种 血清阴性肌肌关节病 在病床的症状体症 或者是脊下关节炎的感觉 那么我们也可以 整加是 炎分性肠病相关的 这种血清阴性肌肌肌关节病 那么这一类的疾病 进行怎么样进行治疗呢 我们治疗 很多患者就会问你 我能不能跟治啊 我们没有跟治的办法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把这个病能够跟治掉 所以这一类的疾病 我们没有跟治的办法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 控制炎症 缓解症状 就是控制患者的这种 关节的炎症 缓解患者的这种症状 防止他的关节变形 防止我们的患者的极度变形 会出现刚才看到的那种 各种各样的物质畸形 那么我们要避免 还有在我们的治疗的过程中 避免我们的使用的药物 导致的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然后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方法 包括非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 病毒的关节病里面是很重要的 而药物治疗 还有我们的 当然这个药物治疗来源 生物治疗也在药物治疗里面 因为生物治疗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药物 就单独把它列出来了 那就是我们的外科手术治疗 就是一些关节畸形 严重的宽关节畸形的 我们进行人工关节治患 那么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们的这些治疗的一些方法 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给患者的教育 就是非药物治疗 患者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样的病人 都是我们的典型的男性 是吧 他都要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一个挺好的外貌 因为我们的这个 要告诉他 犯者的教育 就是我们要告诉他 通过哪些方法 得避免 尽可能的剧免 尽可能的减少 尽可能的阻止关节畸形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让他注意自己的 行驻 坐卧 有知识 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习惯 第二个呢 就是做一些医疗体育 那么医疗体育呢 它就是说 通过我们的控制炎症 缓解症障之后 它的关节就可以活动了 它的关节如果老不活动的话 它就容易变形 就强质 然后我们通过治疗 改成它的症状之后 它就进行运动 运动呢 就是保持这个关节的 这种活动 保持它变形 维持胸活动动 保持极度灵活性 持体的运动 那么这类 就有很多的一些医疗体操 那么这个医疗体操呢 就是由自己 因为这一类的 支海部 这些医疗体操 就包括很多的一些动作 好的 大家知道 就是说 通过这些断练的方法 其实这些不光是 对急速员的患者 大家都可以去做了 做了这些 就是通过这些动作的话 主要就是 断练我们的这个 急速的这种活动度 维持我们急速的活动度 防止急速变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出来 所有的这些动作 都是什么样 往佛位方向发展 往佛位的方向 承导就是所养活做的 那么 因为我们的关系练习之后 都是什么样 往外做 因为我们的动作 都是佛位 往里面 看到没有 就是都是佛位的动作 做得多 看到没有 所有的医疗 都是 让我们的这个脊柱 还有脊下关节 尽可能的维持一个 大的一个活动度 然后防止它变形 那么这样的来 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的药物治疗之后 改善患者的症状 然后病人进行 这方面的 进行的锻炼 防止它们进行 这是锻炼的 然后进行来 游泳肯定是很好的咯 游泳的 如果你常去游泳 到老了的时候 你看很多老年人 他都脱飞了 就变形了 如果你坚持游泳 一直到年纪大的话 坚持游泳 那其实 你不能变形的 因为你做那个挖泳的时候 你的行路 你的行路 你的活动 肯定会活动 所以游泳是很好的 对我们强制性脂肌炎的患者 然后我们的强制性脂肌炎的患者 都会是从颈甲关节 腰椎 胸椎 颈椎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的这些方法 就是活动这些关节 所以游泳 那就不用说了 全身的关节都得到活动 尤其是我们的肌肉 是最好的 我认为游泳 对我们的强制性脂肌炎 是很好的一个运动 然后平常没有条件做游泳 有部分的时候 颈部的运动 前后左右 是吧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坐在桌子前面就可以做的 然后颈部的运动 是吧 这样的头往后仰 躺在床上的时候 都可以做的 是吧 然后呢 这也是为了 判断我们的极度的这个黄色度 你跟肺 你知道吗 两边换得住 左边右边换得住 就是在运我们的什么 极度的黄色度 这样的做的 那么这个呢 看来也是 然后位的时候 把腰全部抬起来 把腰做 你能够做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我们平常换得住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尽量脱胃睡 两个小时以上 哦 大家不要一人哦 是吧 我们强制性质疾炎的患者 我们鼓励他 脱胃 我们鼓励强制性质疾炎的患者 脱胃 因为脱胃 也是防止关键病 就是 那么脱胃的时候呢 就是说 你能够接受两个小时以上 最好呢 每天晚上 你整个晚上脱胃 也受不了 它不舒服 所以我们说 你防止两个小时 所以你看 这些诺件 你看没有 握着头 一侧 两边 这样一侧 这个两边 这样换得住 这个动作 也是增加我们的脱胃的活动作 其实 健康人做这些动作 也会很好的 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我们的脱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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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腮渤移动 然后这个双痰结的活动 这个行为它做得住 然后这个肝肌的活动 这些肝肌的活动 这个活动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患者就教他这个脸法 这些养成习惯 每天睡觉之前躺在床上 把这些做一做 你坐在你的办公桌前 你可以也能做的动作做一做 每天五分钟十分钟做一下 肯定对它长期控制病情 防止关系病情 肯定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处的 所以我们强调 长期性质量的患者 或者这一类的 运行性质量的患者 也养成这种会运动的这个习惯 然后每天就是有规律的 做这些锻炼 你就会变得很有好处的 那么除了这些非药物治疗之外 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药物治疗 光靠这样的锻炼 行不行呢 肯定不行 我们严重的强度性质量的患者 坐到人里的患病 然后坐到平板车上来患病 躺在床上过来坐来患病 你要他去锻炼 行不行 肯定不行了 所以我们要通过药物治疗 改善控制他的病情 改善他的症状 他才有条件去做这些运动 是吧 才能够最后再来达到 最好的治疗效果 所以药物治疗是我们这一类 疾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主身部分 那么控制症状 改善这个关节的这个功能的话 这是我们的N-Site 这一类的药了 那么大家上了 内部症关节 都已经知道 这一类的药了 那么这一类呢 我们有特意性的 COOPS-2抑制剂 那么它的胃肠大的副作用 就少一些了 那就是我们的点心的膝部 带来膝部 这是我们的膝肉吧 还有一些倾向性的 酷格食物益治疗 它在卫生道方面的副作用 也会好一些 那么心血管方面的副反应 也会少一些 那么它就是 POPIC 啊 酷格食物益 就是那些美濃 这一类的药 那么它可能就是 倾向性的酷格食物益治疗 它就是多的 就是非显摄的酷格食物益治疗 就是它自己 医治我们的酷格食物益治疗 也医治我们的酷格食物益治疗 也医治我们的酷格食物益治疗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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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我们要通过慢作用抗风式药 通过这些药物给病人使用之后 来改变它的病程 就是延缓或者阻止它的关节变形 关节进行 关节强制 我们要通过这些方法 尽量的延缓和阻止关节变形 那么这些药物呢 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些药物 贾安基尼 牛大华 米利 乔洛乔 莎丽 东安 南富米特尔 这就是刚才说的生物置尽 就是肿瘤患者因此受于融合蛋白 伊拉西普 还有就是 肿瘤患者因此 阿尔华的单克能抗体 就是伊布迪西单抗 就是我们现在的类克 那么这些药从这个里面都一目两然了 喜笑的时间不一样了 那么说这个里面可以看 常要的这些孔福的慢作用抗风式药 都是要几个月才见效果 快的人几个月见效果 慢的人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才能见效果 那么生物字迹是最近十年 新出来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治疗的药物 那么他们是几天 甚至病人下午打了 下午就见效果 今天打了 明天就见效果 坐在冷宇上 躺在床上 他可以站起来走路 那么这一队的药物 他有他的主要制作 当然不是每个患者都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说有效的患者 就是说最快的 他很快 第一天打了 第二天就有效果 那么慢的人 他在打的过程中 一天两天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他会得到效果 那么用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 从这个表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些药物 各有他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就是他的主要是普通用方面 还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还有一大堆的药物 就是我们的急速了 这些药物的急速 这一个药物 我们是可以改明显的 就是说 力量剑影的 改上我们的强制性急速炎 或者其他的急速关键病的病人的症状 但是他也不能通过病程 所以我们常规上都不使用 就是我们常规不用急速 但是有少数患者发烧啊 很严重的这种红膜结胆体炎 就是有眼过的急性红膜炎 急性红膜炎 急性红膜炎 有花烧 那么这种特别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使用急速进行过渡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不使用它 那么重症呢 就是少量的使用 就是急速的 我们在强制性急速炎的病人的话 可能会使用一些急速的治疗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外科治疗 我们强制性急速炎的患者的话 就是说 还有一些外科的治疗的方法 就是说 通过这个 由于它的宽关节 是吧 我们强制性急速炎的病人的话 它的宽关节最后变形 用急速是不可能全部去换了 那么我们的宽关节的话 它最后变狭窄了 我们要通过人工关节进行直换 那么就把它的宽关节的话 进行折换掉 就是说把它的 那么这个里面要强调一个就是 宽关节变形 引起它的生活 不能够就是说 它的生活或者是工作 受到影响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这种人工关节它是有寿命的 我们人工关节 大概只有十到十五年的寿命 所以我们换人工关节的时候 是要给病人讲清楚的 然后要严格的什么 掌握适应症 就是说 如果它不一定 现在一定要换的 你要给它换的 你看二十岁 混三岁的小伙子 就要换的 他到四十五岁 最多四十五岁 他又换 那么这个费用也很高 然后再次做手术 等等 有很多的其他的方面的问题 所以不到副的底的情况下 就是不换这个人工 不换这些关节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给大家看的 就是我们的人工关节 就是说你看 这样的 强制性绝对员的患者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关节 看到没有 这样的病人 他能不能走路呢 他是不能走路 他没办法走路 因为这个什么 这个 两边的髋关节都已经融合了 所以他走路是要 除了往上 慢慢往前 一点一点地摸的 这是没办法走路的 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呢 他可以通过患关节 能够关节之后呢 他可以改善他的生活的 这个质量 那么病人就可以 进行走路的 那么这个 这是我们的外科的治疗了 所以我们强调的 强制性绝对员的病人的话 我们反过强调的就是 他的这个 药物的治疗 就是这些药物治疗 所以我们要强调患者 怎么样 你要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防止刚才看到的 这些关节的进行 那么这些药物治疗 我们还要给病人进行 介绍就是说 要病人进行复诊 因为这些药物 在治疗的过程中 它会出现一些 护养的副作用 大家去吃 上了内部式关节 那课的人 也是这一类的药物 进行治疗 那么它常见 这些药物 病人进行白脂肪的下降 肝不能的受诊 然后这些药物 我们要患者 要用多长时间呢 内部式关节 要求用多久啊 我们上课的时候 老师已经讲过 我们都是要求什么 一年以上 这一类的药物 我们要求给病人 介绍的时候 就给患者教育的时候 我们要求他们 使用一年以上 那么一年以上 这些药物 病人把说明书去看 怎么了 都要被吓倒了 我们的甲安基林 什么呀 说明书里面写的什么呀 是化疗抗肿瘤药 是治疗很多很多 其他的癌症的 但是我们给患者 使用的剂量是多少啊 7.5毫克到什么 15毫克到20毫克 每个星期一次 这个剂量 比我们这个说明书里面 介绍的 治肿瘤的剂量 要少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要告诉患者 你要放心的使用甲安基林 那么我们医生会监测 它的副作用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 经过这样的耐心的解释 病人当时不清楚 他没有听懂 没听明白 把药开给他了 他拿回去了 一个月以后 他又来找你看病 怎么了 你说你吃甲安基林没有 没吃 为什么 我回去把说明书一看 不敢吃了 然后还是照样痛 那么 他就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所以这一类的药物 我们要充分的 给患者说明 他不是慢作用抗公式药 你要长期服用 然后你要定期监测血糖规和肝功能 然后如果出现这样的副作用的时候 医生会来尽可能的 通过调整你的治疗 调整治疗方案 通过调整药物的剂量 来减少这个副作用的发生 然后还要强调一个 这些药物 你的定期得到改善之后 我们病人 他的紧直痛也好了 腰背痛也好了 早上起来也不僵了 然后晚上的这个关节 腰背的疼痛发生都不影响了 他觉得他的病治好了 所有的药都停掉了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以后又来找你了 又不能用了 我们就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告诉他 即使你觉得你的病完全缓解了 你还是要坚持治疗 这些药物 还是要坚持使用 包括什么时候能够停药呢 病人就会问你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他呢 这个停药呢 在理论上 我们不主张提药 从理论上 这一类的病是不能根治的 通过药物是不能根治的 包括我们还是可以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如果你长期一直病情稳定在一年两年 那么少部分病人 就是我们根据病人具体情况 可以让他把药的剂量减少 或者把我们有几种药联合使用的时候 可以把他的药什么呀 几种联合使用 可以把药的多种药 三种药可以减成两种药 两种药可以减成一种药 或者把药物的剂量进行减少 但是一般情况上 从我的这个观点出发 如果他不面临着结婚生孩子 但是没有其他的这种经济症 我认为这一类的疾病 真一口不要停药 因为假意里有的发病病 长期使用的话 如果你决定 他没有什么严重的复发病的话 我们不建议停药 用停药之后 很多病人是会复发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们要回答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不给他把这些计时情况讲清楚 他一发病一加重 再来找医生的时候 你再用药 可能治疗效果就不太好 这是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慢作用抗扫药 然后再讲到生物自体的问题 这个生物自体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一来西部还有一目地西 一年的费用是有十一万元 就是说 今年新上市两种 正体的药物蛋白和蛋抗抗体 它对价格就更贵了 是进口的 国外进口的 大概一年要到二十万左右 那么这一代就要呢 有些病人 怎么样的病人进行选择 因为这是最近十年 新发展出来的这个生物自体 价格这么贵 那什么样的病人用呢 有没有病人会用呢 有没有病人用 对 好多人用不起了 但是我们 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没有一个药物 能够治疏 能够管 能够把所有的强制性集中源都有效 就是说 不管是生物自体也好 还是这一些 就是说 现在市民 就是我们所有的全球 就是全世界 没有一个药物 能够管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有效 知道吗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就承担 有些病人很环虎 你用了夹安命令 一样的病人进行使用呢 就是那种 男子性的病人 就是说 常规的这些治疗的药物 都没有效果 男子性的病人 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重视的病人 就是一起病 就很严重的这些病人 躺在床上 坐在雷上 不能动 那么这样的病人 你给他使用这个生物自体的话 我们可以说 有时候我给病人说 你阿拉伯的神灯 抹一火 快点出现奇迹 这样的病人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有时候 为了鼓励病人 我们要鼓励病 要扎进疾病 我们就告诉他 要不使用这一类的药物 他优点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对男子性的病人 对众生的病人 我们可以选择生物自体 因为他太贵了 那么选择生物自体的时候 还有一些错误的关键 我们有的病人是 他说 我先打一针好一点 我就不用了 那么这一类的药物 它不是改善症状的药物 它是控制病情的药物 所以我们的病人体 也要跟他讲清楚 这一类的药物 不是说让你从雷上站起来 从肠上 它是控制你的关节的后患 它是控制你的关节的后患 把你的关节的后患 把你的关节的后患 给它修复 然后防止你的关节队形 既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们想一想 光打一针 打两针 一个月 两个月 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肯定达不到的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患者 就是这一类的生物自体 是我们的 改变病程的这样的药物 它是需要什么 也需要长期的使用 才能够 它是为了防止你的关系 内型的 所以这是生物自体 但是生物自体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 叫个胃龙 一年十几万楼 二十万楼 二十九万 第二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 感染 严重的感染 就是说这样的药物 使用了之后 它比这些药物面临的问题 主要第一个就是费用膏 第二个就是严重的感染 严重的感染就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是个什么样 结合大国 那么这样的病人 因为它转期内用了肿瘤怪子 因子的结痕剂之后 它的抵抗力在转期内 非常地非常地 然后它就 有的病人 它可能以前有一些得过结核 或者以前有过隐性的结核 就是说隐藏了一些结核的病道 那么这个时候就化化出来 结核性胸膜炎 波散性肺结核等等 一些结核的感染 所以这个 这一类的生物自体的话 虽然它在临床上 几天就有一些效果 可以达到一个戏剧性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戏剧性来形容 就是说可以达到效果 但是它可能会病人之化呢 它可能面临的就是说容易 相对于其他的这些药来讲的话 它容易发生一些 严重的一些感染 这是它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副作用 那第二个严重的一个副作用呢 就是肿瘤 就是容易可能面临发生肿瘤的这个风险 会大一些 当然这是临床上大家的担忧啊 因为肿瘤患性因子 是我们细胞因子 网络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细胞因子 阻止了它之后 这个细胞因子网络的频繁可能会被打乱 那么这个时候 病人可能面临领胞瘤啊 或者其他的恶性肿瘤的这个风险 比其他的人群可能会高一些 那么临床上最近十年 因为这一阵的药品上上市十年了 那么最近的十年的过程中 大家对它的这个统计 就发生就是发现它 就是容易就是发生结核 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致病病 或者其他的一些 败血症啊 或者严重的恢复感染啊 这一方面的担忧 大家还是有就是容易 和对更加严重的一些感染 然后呢就是说 情况有多问题 就是说有少数的病人 可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 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 但是我这样讲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个药还能不能在银床上用 那就不行了 实际上呢就是说 银床上这样的不反应的发生力 它并没有那么高 第二个呢就是说 它和淫巴瘤啊 或者其他的恶性肿瘤啊 它这个暴力 是不是直接的这个原因导致 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就是也没有下到一个定论 所以只是说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 有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 一些家族师啊 或者是他以前得过恶性肿瘤啊 已经坐在汽车 原来你觉得有一些商店的一些 进去的时候 你要尽量考虑 那么有结合的病人 那么你做PPTCS的抢压剂 或者他以前得过结合的病人 得过急胸炎的病人 但你知道是这种考虑 怎么能用这个生物之剂 再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什么大国呀 干原的大国 米干的大国 那么这一类的话呢就是 包括这一类的就是 米干病毒的 还有米干病毒的 这种携带者 那么我们用这一类的药 我们是要求用什么 这种 转病毒的这个 转入的这个抑制剂了 那么用这一类的生物之剂呢 如果这种病毒阳性的病人呢 我们建议还是慎重 或者不用 最好是不要用 因为它会引起 严重的爆发性的这种概念 所以这样的病人 我们也要进行慎重的使用 所以这里就介绍了 重点介绍了 这些药物治疗 平床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那么大家以后 你遇到有这样的病人的时候 你要进行先教 告诉他 你这些情况下 你应该怎么进行 那么我在最后呢 我想考一考大家 就是中文我介绍了之后 大家对这种 体移性质族关键令 还有我们的强势性质族员 对他了解了怎么样 那么这个小童们 那么这个小方方 他哪里不舒服 哦 他左边 你想关键唱吗 好 让大家轻松一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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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